We are Creepy C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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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要進去我 Bat to school 的第一天 我去好久好像沒有上學了 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準備吧 爸爸 你給了一個一個文化嗎 為什麼? 你準備了所有東西 你準備了什麼? 我還有一些刀 有一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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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肥 不如路易的帽子 Zara的T-shirt Zara的褲子 New Balance WOW 這不是用意的 但我超級適合她 所以這是路易的早餐 甜甜圈跟草莓優格 然後我的 剛剛Modi 這個腦袋也好大杯喔 我醒來 我的公司 是來指導你 哪裡 我不是在第一樓 你確定這是我的學校嗎 對 我們會看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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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Lulu來接我下班 下課了 我的腦袋已經砸了 你的腦袋已經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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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再增加了 所以我還有三個字 我認為我的朋友 會喜歡我的學校 在我的高校 我不會通過 不會通過 對 好難了 好難了 來吧 好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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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Paraj 好難了 早安大家 早安 剛剛起床的時候 發現頭腦 有腦袋 喔 天啊 還沒有 還沒有 學校 五個學生 太累了 comment on prononce b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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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français 大家你們看 你們都來找我了 Mira 你知道我唸書很無聊對不對 喔 Mira Mira前進客廳了 因為他知道我要給他東西吃 你看他馬上來了 大家看又有另外一隻來找我了 Mira啦 你這樣我怎麼學法文啊 還是你教我好了 Mira我要去上課了 你可以給我一點法文的力量嗎 我現在要把妹妹給你冰水 我不要冰的 我寫我給你冰 你有什麼毛病啊 你還沒有幫我看我的功課耶 幫我看我寫的對不對 對 This one is a real server 好大的學生 I show you the trainer 怎麼又準備 來 去 你我 好 好 So this is my outfit for school today It's from Pooh and Bear 謝謝 在上課之前我們現在吃午餐 然後我們沒有一個Working meeting This is my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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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elieve he gave me this So we just finished my class And then My new friend Hi Cheers I'm gonna have a dinner here To have a poke It's my favorite food in France It's not French at all It was good and it's really fresh 就是我這是蝦蝦的Pokeball 然後有一個食尚的 哇 看起來好好吃 Yumiya 你想進去嗎 緊緊 OK Guru Guru 跟大家講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Guru Guru And then 然後剛剛那個人 他就離Louis超近 然後就這樣 我沒發現 對 他沒有發現 所以後面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 就說對 所以覺得奇怪 然後看到什麼 然後他就跟在他後面出現 因為我在Louis的後面 所以我就完全看到 我想說wtf 真的很法國的感覺 是怎樣 真的很煩 通常他們會進站的時候刷卡 所以如果你進站你是pass的話 那你出站就沒有問題 大家今天是禮拜三 然後禮拜三我沒有放我們課 所以這次我們來巴黎一間light museum 就是我們去馬賽的時候 Boris帶我去看一個超美的museum 然後Louis跟我說在Paris有一個 他們兩個是敵人 不是敵人叫什麼 競爭者 所以我想要來看 好,超美的 超美的 對,超美的 超美的 超美的 超美美的 所以我來看看 她很大的 我們剛剛從展覽出來 你喜歡嗎? 我喜歡 可是我覺得馬賽的真的比較厲害 因為比較大 可是今天那個打力的真的是很精彩 超好看 所以真的推薦大家 如果你們來巴黎的話 可以去看看這個博物寶 非常棒 我的天啊! 他們從的餐廳都很棒 真的嗎? 對,因為你只想試一個小巧克力 他給我們兩碗 同樣的酸的 他也給我們兩碗 哇,超棒的! 蜜蜜 每次去看我的阿媽阿公 每次我會買這個 真的假的? 對,對,對 很紮實耶 對,但咖啡也有一點脂質 對 很像台灣的甜甜醬 古早味那種 然後他的皮不是炸的 是烤的 好吃 嘿嘿嘿,是我的 我有點餓了 這個叫什麼名字啊? 我真的很喜歡耶 這個叫Pramiq 不是每個餐廳都有的嗎? 不不不,因為它是從東北 所以很多餐廳都不會有的 我剛剛吃我發現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味道 是有點像羅宋麵包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然後很香的奶油味 可是它沒有像羅宋麵包那麼油 走好菜 然後喖啡 你真的沒要離開吃嗎? 今天晚上要吃完 herbal noticed 然後還有個 玉璃 乾杯,是我們和我們們吃飯 用東西的奴階 Horror Wave Couscous Cup number one Fancy Pup number two Cut Yeah it looks good no? Yeah Cut 這個是露媽買給我吃的松露起司 這個松露起司超級好吃 然後你看 這個起司可以仔細送 Yeah I'll wait for you Got it 3 Euro I think it's quite good When I was student I only eat stuff like that and frozen food I was so bad Hi hi 大家今天是禮拜四 然後今天是我的outfit 因為今天有點冷所以我穿上了紅色的襯衫 You know what? 幫一些女朋友 簡單嗎? 很簡單 I'm girl 很聰明 Yeah Lulu So this is the third day You bring me to the school and picking me out today So split So what are you up to during my class? I'm going to an interview for French media Wow so cool Semi-san photo Yes Yi So So Welcome to the attendees How To Yugick It's my favourite bar With Vitoh I'm gonna reprise him Oh He would be jealous 他很害羞 他说他要跟我喝酒 不好意思,你的酒是比较高的 你看看这一样 这一样的一样 那一样的一样 大家我跟你说,路易最近太累了 心情不是很好 真的 我带他来喝酒 谢谢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路易很喜欢韩国鸡 我给你吃饭的 咸咸 嗯 你好,今天是我的饭子 今天是星期日 也就是我最后的日子 你咖啡 放给你的车 我们看看 今天我家一个人去 对 好可怜 如果我被人家欺负怎么办 你真的不跟我去吗 Nilo bye bye 我没有食物给你 拜拜 车货车 但你得到你 好 好 我今天结束了我的课程 看来 谁在这里招我 我必须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这里 因为这早上我来到这里 也想一下他在加坡 他在加坡我说 你很美 我说一次 我就在加坡 他在危险 他就在你来 他在语言 他就说 如果你要我去学校 就好 我就在军事里 然后他在加坡 我们将来祝福 我的最终日 最终日 好像你做了一年在学校 四天 我告诉你今天第一个小时 我终于认识了 但我的妈妈在其他地方 真的 四天 四天在学校 对,太多了 我店的是鲑鱼跟马铃薯 我店的是 牛排 偷吃 好甜 好甜 是吗 是吗 超甜 超甜 可能我们会改变 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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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的牛排超级好吃 而且他这样一个set 加刚刚的签菜 只要六百块 在法国很便宜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很pink 这边他切好的是要给我的 哈哈哈 oh my god 嗨大家 所以我现在要来总结一下我的语言学校心得 首先要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去上法文课 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不是我对法文有兴趣 而是我想要拓展我的交友圈 我来法国之后我不希望我的交友圈只剩下路易和他的家人跟朋友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自己空间和交友圈的人 所以我觉得语言学校是一个非常好可以认识新朋友的方式 当初在选择语言课程的时候我有四大诉求 第一个是不要有考试 第二个不要太多功课 第三个要小班纸 然后第四个是不要有chinese speaker 因为如果是chinese speaker聚集在一起的话 我们很多时间可能都会说中文 不会踏出你的舒适圈 透过这四大诉求我找到这间语言学校 然后他的评价也非常好 在google评价上面是五颗星 跟大家讲我是一个完全零基础的人 课程时间呢是一个一周有四天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休息 礼拜四礼拜五上课 2.5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 老师会看就是大家的状况稍微做调整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来说也刚刚好 上完这一周的课程 我觉得我学校的优点 第一个是老师几乎全程都说法文 那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大家不懂的地方 他会用英文讲解 第二个是老师非常强调口说的部分 就是他会让你有非常非常多机会练习 讲话跟你的同学做互动 我上基础班的课我们班上有六个人 三个美国人 然后一个德国人 一个墨西哥人 然后还有一个是挪威人 然后跟我 然后就是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 同学都很酷 然后他们都来自不同领域 有牙医 然后有学生 有模特儿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好酷喔 平常你在生活中没有交集的人 然后变成自己的同学 你有预算的考量的话 我觉得我的学校是算蛮便宜的价格 就是跟很多家比起来 我这样上课一周下来是180块欧元 上课算是蛮轻松的 你几乎是没有什么压力 就非常适合就是我这种上课前或是下课后 还要上班还要工作的人 我遇到的小困难就是 因为我的同学全部都是拉丁语系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法文 跟他们的语言可能会是比较相近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同学 他们catch out的速度会比你快很多 但是你也不要太挫折 非常注重在口说上面 所以文法的部分他就通常不会多加琢磨 我觉得这一周下来文法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然后像我回家之后 我还会问路易说 诶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上就是我上一周法文课的心得啦 然后我觉得我的语言学校适合 第一个是你对法文有兴趣的人 然后第二个是呢 你想要轻松学习 然后认识新朋友为主 不想要有太多太多压力 第三个是你来法国中短型旅行 每一个月我的语言学校都有开课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然后他可以自由选择你的时间 比如说像我就是上一周 然后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上一个月两个月左右 那以上就分享给大家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 今天的reminder是 You are beautiful and be kind with yourself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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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